玉米面,中含有大量的卵磷汁,压油酸,滚物醇,维生素液,纤维素等,具有降血压,降血汁,抗动脉硬化,预防肠癌,美容养人,延缓衰老等多种保健功效,也是糖尿病人的适宜家品。 今天小编就为大家推荐一道玉米面特色吃法的玉米面黑芝麻卷,简单易做,美味至极,而且营养又健康。 主料,玉米面70克,面粉120克,酵母3克,温水130毫升,黑芝麻40克,白糖2克,做法1,酵母用温水化开,静置5分钟,2,将酵母水,玉米面,面粉,温水,搅拌成面絮,3,揉成光滑的面团,盖上保鲜膜松弛15分钟,4,制作馅料,黑芝麻和白糖混合拌匀即可,5,松弛好的面团擀成长片,擀成3-5毫米厚, 6,铺上芝麻片,一头留2厘米不要吐,一会收口,7,卷起来,收紧口,8,发酵至1.5-2倍大,蒸锅上汽汁之后放进去,中火蒸15分钟,微3分钟取出即可,9,蒸好,开吃,温馨提示1,清好的面团,擀成3-5毫米的面条,2,做好的玉米面黑芝麻卷,一定要发酵至2倍大,喜欢美食的关注,美食发烧有,为美食而发烧, 希望大家多多收藏,分享,感谢大家的支持 感谢大家的支持